介紹了就是有關於修容技巧之後呢 怎麼樣讓這個妝容看起來更加的完整 首先第一步就是我們的遮瑕樓 我們利用護補色的一個原理 這個橘色的修飾 修飾比較暗沉的黑眼圈之後呢 用遮瑕樓整個在眼睛的下方做一個大V 它的顏色大概會比自然色系的粉底在前半號到一號 我們亞洲的女生這邊都會比較凹陷 看起來額頭卻特別大 再用遮瑕樓的部分來做一個提亮的修容 你可以這樣子原地的不斷的去輕輕的拍打它 讓這個遮瑕樓的密度呢 完全的跟這個肌膚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今天特別選用了一個比較帶咖啡色調的假睫毛 然後好像在種假睫毛的方式 一搓一搓這樣子把它連接上去 唇彩的部分呢我們就選用這個 帶有一點的霧面性質的私用純粹 來做一個呈現 來做一個呈現 拍手 請訂閱 按鈔 中文字幕——YK